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麽我可以獲得你? 我的錢 我還在等待 呃... Braid 那麽事 我們應該在外面聊聊 Hello 大家好 這次我和大家開箱的 就是這個FF7 Pay Asgoy 的TIVA 我們先看看外盒 外盒包裝都做得相當漂亮 現在就馬上開箱了 這裏一共有兩層 後面那層就是這個支架 配件方面 又多一個額外的表情 有三對手型可以給你更換 還有有兩個長頭髮 都可以給你更換 現在我們先看看公仔 公仔頭雕的面上 實在一般 頭可以扭的角度方向 都很有限 扭不到太過過的 頭髮的部分 頭髮的部分 可以揭起 剛才提到 有兩個頭髮可以給你更換 吊帶可以在下面 拉長來增長 後面這裏 亦有一條吊帶 這裏 到手這裏 整隻手臂 可以舉起 水平 90度角 手肘 亦可以向內 滑 可以上下樓 手腕 拳頭 亦可以旋轉 兩邊的 肩膀的角度 亦可以一樣 肩膀的位置 可以移動 令它動的幅度更加大 腰這裏 亦可以留到一個不錯的幅度 可以差不多 可以扭到半個身體 至於腳部,腳部可以舉起很高的幅度 膝蓋可以向內屈,屈度可以貼近大腿的水平 腳腕可以左右屈曲,可以扭曲旋轉 身體上沒有問題,關節可動性都很高 唯一最主要的問題是樣子的問題 樣子是最主要的因素,鋼面雕實在太麻煩了 如果官方可以補充樣子的部件就最好 價錢仍然不便宜,如果可以剩下就更好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讚和分享 下次再見,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